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源社交媒体的文章 深耕国出入境将告别盖章及邮票,将轻松过海关 每当出入境,各个国家时我们都会获得一个具有当地特色 语言的印章,它记录,见证着我们去过每一个国家的足迹和脚印 拥有满满的千张的护照,一直以来都是旅游爱好者的梦想 你旅行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你,护照上有多少千张 仔细体验一个国家,要好过匆忙肤浅地走过40个国家 这是美国旅行作家洛尔夫的话 对于美国,邮票以及盖章的形式已经在几个月前就不再出现 这样的做法目的是为了节省更多的护照纸张空间 以更快捷、准确、真实地操作登记出入境的工作 所有的记录将在电脑上连网显示 这一改革马上也将在欧洲深耕国家内开始 在各种时间的延迟之下 最终,确认今年的11月份开始统一执行 这个新的出入境系统简称ES 它将取代当前人工,手动在护照上标寄出入境信息 因为这样的方式记号时,又无法提供可靠的过境数据 更无法系统地验证停留的时间 以及是否超出允许停留的时间 所以非正常的移民、专题将更容易被识别 ES投入使用的整个过程将花费大约4.8亿欧元 相比之前出入境方式节省超过10亿欧元 因为在操作过程中可以节省下很多时间 纸张、墨水 边境管理人员的工作也将变得轻松 在这之前,他们不得不面对磨损的证件 褪色的印章、字迹模糊的文件 更别说伪造文件了 ES采用关键的技术就是面部和指纹的生物特征识别 当我们出入境时,系统将传入5个基本信息 姓名护照号码4个指纹照片进入离开的地点和日期 同时,它还将与另一个系统N16S集成 让欧洲深耕国家的ES系统和美国的ES系统一样 适用于免签证国家的旅客以及短期旅游 商务停留的落地签证 费用仅为7欧元,有效期为3年 该数据库将投放在机场和港口 允许当地警察和欧洲刑警组织实时访问 以识别可能的犯罪和情报活动 它的投入预计将大大减少人口贩运及走私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